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劳工署与职业安全健康局合办的 《行假工作安全》网上讲座 在开始之前有几样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 参加者需要用报名时所用的电邮地址建立网上平台Zoom帐号 并且用这个帐号登入网上讲座连结 参加者亦需要在今天的讲座参与选择题环节 然后在指定时间内回答选择题 职案局会以参加者的登入登出时间和完成回答选择题的记录 作为向参加者发出电子出席证明的凭据之一 如果需要用到的出席证明的话就要完成整个讲座了 在网上讲座进行期间请勿使用任何方式录音、摄影或者摄录 并且不得将有关内容复制或者分发给其他人士 装修维修工程很多时候都需要用到盘架来协助施工 如果不当使用盘架的话可能会引致严重的意外 今天我们的讲座内容很丰富 请到七位讲者 包括劳工处分区职业安全主任行动科颜尊德先生 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陈伟杰先生 香港彭业商会理事长梁线伟先生 香港建造商会代表刘杰先生 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理事王荣岳先生 香港保险业联会意外保险工会委员邱振红先生 物楼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助理总监 业务发展唐世豪先生 和职安局的高级官员徐建威先生 事不宜迟 我们先有请劳工处分区职业安全主任行动科颜尊德先生 和大家分析一下 与竹铒架工作有关的意外个案 有请颜先生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网上讲座 建造业是一个高危的行业 究竟有多危险呢 现在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统计数字 从2019年至2022年建造业的工业数字 大概是每年就有2000多宗至3000头的数字 2022年建造业的工业意外就录得3046宗 那么军每签名的建造业工人 就会发生29点一宗的意外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办 不办 这个 这个 再回到上一頁 看到2022年有17宗致命工業意外 與建造業有關 再回到這個分類中 藍色的長條代表當年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的總數 而紫色的長條代表人體從高處墮下致命工業意外的數字 以2022年為例 59%建造業致命工業意外都是跟人體從高處墮下有關 這次的意外個案分析是涉及吊盤 即是大家所說的圓空式的竹盤架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吊盤 吊盤一般都是以這個狗臂架結構為支撐 提供一個工作台給工友在外場做不同的工作 其實大家都不時聽到吊盤的工業意外 例如有工人做工作的時候 人連狗臂架就掉下街 吊盤其實涉及很多嚴重工業意外 嚴重是有數字違據的 由2012年至2023年 共有17宗涉及吊盤的致命工業意外 導致有17名工人死亡 在這17宗內 我們再看看有12宗是跟這個架設吊盤有關的 4宗是跟4個吊盤有關的 1宗是跟這個使用的吊盤有關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跟大家分享一宗涉及吊盤的工業意外個案 希望值這個機會提醒大家 吊盤的工作需要注意什麼地方 希望不要再發生類似的意外 先簡單解一下 有一個住宅單位外場 需要更換一部分體式冷氣機的室外機 需要在外場搭建吊盤 當日共有兩名工人 一名雜工一名竹盤工人 在黃色框裏面 看到當日要更換的兆氏室外機 以及當天打算搭建吊盤的外場位置 當竹盤工人 站在分體式冷氣機的托架 即是在外國鐵架上 盤都未開始搭建的時候 冷氣機的托架底部和右邊 就突然從外場脫了出來 竹盤工人隨即下墮九米 直到大廈的地面 恨好這宗不是一個死亡個案 但身體也有嚴重的受傷 我們再看看當日的現場 我們去到現場的時候 看到事發單位外場 已經安裝了一個 黃色圈圈 已經安裝了一個陽眼圈 以及一條獨立救生繩的 而冷氣機的托架 也看到已經變形了 雖然變形了 但托架的左邊 仍然固定在外場上 而牆上 有兩條綠色的長條 顯示 脫了出來的冷氣機托架底部 右邊原本是安裝在外場的位置 右邊原本是安裝在外場的位置 以內成因 就是說工人 站在一個不安全的冷氣機托架 那 冷氣機的托架 就是用一些爆炸螺絲 固定在牆上 事後發現 那個冷氣機托架 和托架本身的爆炸螺絲 有嚴重的生鏽問題 副複蝕後的爆炸螺絲 的拉出阻力 已經大大減少了 還有 不要緊 還有大廈外場 由紅磚建成 和塗上了一層的批檔面 那個爆炸螺絲 其實是不適用於紅磚和批檔的 當傷者站在一個冷氣機托架的時候 紅磚和批檔能 是不是可以 固執這個爆炸螺絲 實在令人懷疑 第二個原因 就是沒有提供適當 扣安全帶的系統 在未爬出這個外場之前 其實傷者已經在外場 安裝了一個陽眼磚 和連接著一條16毫米的獨立救生繩 但是傷者其實沒有打算 當日會用那條獨立救生繩 安裝目的其實只不過是 供日後的冷氣機公使用 以及在意外之前 那個陽眼磚和連獨立救生繩 是沒有經過任何工程師 檢驗過強度的 以及當時傷者身上 穿著一個座式安全帶 去行內 有時叫俗稱褲仔 我再下一幅照片看看 你見到褲仔 其實附有一個D型扣的繩甲 我們連接著一條直徑12毫米的爬山繩 那當時傷者沒有把這條爬山繩 綁在任何的穩物上面 我們再調查發現 這個繩甲 就標明其實它可以 跟最大直徑13毫米的繩索 配合使用的 但是要記住 當時裝在外牆的獨立救生繩 的直徑是16毫米的 所以當時那個傷者身上 安全帶的繩甲 其實是不能用到那條獨立救生繩的 還有現場我們也見不到 有任何的全身式安全帶和防凸器 我們再調查得知 原來這個傷者 其實只有一個 足徑中級工藝測試證明書 而現場當日沒有任何合資格的人員 看著這個搭行工序 我們吸取教訓 就是老生常談 委任合資格人士 進行評估工作的風險 去制定一些安全的施工方案 提供指導、訓練、裝備和監督 希望工人在一個安全環境下做事 還有任何已經安裝在大廈外牆的現有裝置 包括冷氣機托架和浪衣架 在未知到其承托力之前 其實是不應該企人和作支撐 甚至拿來作支撐盤架之用 還有釣盤應該要由一個專業工程師設計 和去驗證安全性 還有我們發現這個外牆 因為是一些專長和批檔 所以其實應該到後期要搭牌的時候 應該要避免把狗臂架的爆炸螺絲 裝在一些不適當的外牆材料上面 還有向每一名搭牌工人提供一個合適的安全帶 以及確保工人將安全帶持續 是於找物像獨立救生性 救生性應該找工程師檢驗過 以及工人要有經驗 以及受過訓練 以及最重要是一個合資格的人士 直接監督之下進行 那就回到 其實勞工處和屋律處都出了一些 觸盤架的安全守則 那我也賣一下廣告 其實公眾人士可以去外勞工處的分區寫字樓 以及外勞工處的網站下載 下載相關的項目作為參考 那我這部分先說完 那我交給我下一個勞工處同事再說 謝謝顏先生 接著有請勞工處職業安全主任陳偉傑先生 和大家介紹一下 觸盤架工作安全守則修訂的內容 有請陳先生 大家好 我負責介紹觸盤架工作安全守則的修訂內容 那這個守則在今年的4月刊顯 會在今年的10月19日生效 詳情可以在這個網站找到這一本守則 我今天主要介紹就是修訂的內容 修訂的內容有這四個 第一就是定名就圓空式竹棚架 曾受訓練工人的要求和他們的工作範圍 即是可以做什麼 第二就是講這個圓空式竹棚架的技術要求 第三就是講進出口支撐和延長器的要求 第四就是合資格的人 他的工作和在外天氣之前進行檢查的要求 在這本守則裏面因為有六個部分 但是主要更改的部分 不是全部都會有的 所以我也不會順序地說 讓大家反而容易理解一點 首先講的是觸盤架 觸盤架應該要放在 在一個堅固平坦的地面上去搭出來的 但是假如做不到的話 就應該用金屬托架 即是俗稱的九尾架 去承托著這個竹棚架 而這個金屬托架 它不可以凌空地放在這裡 所以就要用一些優質的系統螺絲 去安裝在建築物的結構構件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有這三部分主要就是金屬托架 系維螺絲和建築物 先講講 我們應該要找專業工程師去評估 建築物的結構狀況 確保它是穩陣的 而錫斯強塑要求是不少於每平方毫米25個牛噸 25N per mm2 至於金屬托架 承托竹棚架的金屬托架 就要用S275的等長角鐵 用5毫米的填角刊去刊召 將它很穩固地安裝在建築物的結構構件上 至於安裝金屬托架的系維螺絲 要求是抗壓力要大於7個牛噸 亦有一個何在測試的 這裡有5點 主要想講的是 要在不同位置的金屬托架 去選擇這些螺絲去做測試 而測試的比率 就是10%或者不少於5個 哪個數大就選擇哪個 下一個部分就是 當一個竹棚架搭起了 放在金屬托架上面 其實還未算是安全的 我們還需要用連長器 去確保這個竹棚架 可以穩固地承托在金屬托架上面 所以連長器就有它的實際作用 就是它由金屬系件和連長撐組成 就是這兩件配件組成的 這個金屬系件就是 連著這個系韻螺絲和竹棚的大橫竿 或者直方的 至於連長器要 那個擺放的間距要有多寬呢 如果竹棚是離地面 超過100米的話 垂直間距就不能大過4.2米 如果少過100米的話 垂直間距也不能大過6.3米 而橫向間距兩者都是3米 即不大於3米 這幅圖可以看到連長器 怎樣連著一個雙行的竹棚架 左邊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這個樓宇表面就是食屎面 實深黑色的那一條 入場的位置就是那個系韻螺絲 連著那一條的連長器 連長器就拉著竹棚架 而上面就是一個連長撐 即是空心的位置 最頂的那一條 這個連長撐和連長器是成一對的 一個負負責就是頂著的 令到那個竹棚架可以穩固地 穩定在這個樓宇的表面 好 這幅圖就是講连長器 即是擺放的距離和位置 跟剛才說的一樣 至於剛才說的金屬系件 當然也有它的要求 應該要用一條不少於6毫米直徑的軟鋼條 它的抵禦強度是250毫米2 每平方毫米250毫米2 最少可以伸長15% 如果用其他物料而具備相同的拉力 或者相同的機械性能其實都可以用 至於這個連長器的系韻螺絲 它的抗壓力都要大過7毫米 何在測試就是以下這5點 都不重複了 它要在彭架的不同位置選擇 而測試比率有少許不同 就是要5%或者不少於5個 亦以較多者為準 剛才提到的一對 第二部份的連長撐 就是可以用一條短小 而又直徑不少於40毫米的竹竿 去頂住那個流域的外牆 好了,下一個部份就是 原空式竹棚架 一般結構是一個頂體高度不超過6米 和單層形式的竹棚架 通常用來做大廈外牆的維修 和翻身等等的工作 這個圖就顯示了原空式竹棚架 那個樣子 最左邊就是那個流域 下面就是金屬托架 下面金屬托架有三多線螺絲 去安裝上去 上面就是竹棚架 有踢腳板、底竹、直竹、斜竹等 而最頂部的流域也有一個連長器 那個連長器就是 左邊連著一個系緣螺絲 就是進入建築物的牆身 至於這個建築物的石屍的強度 亦都是不少於25mm 金屬托架就需要選用這個S275的 等長角鐵或圓通 5mm的鐵角焊焊接 它的橫向間距不應該超過1.3米 而也要最少裝上三顆系緣螺絲 安裝這個金屬托架的系緣螺絲 它的抗拉力要大過7個牛頓 至於連長器 原充色竹棚架的連長器 它的橫向和垂直間距不可以超過3米 而金屬系件的要求 跟剛才說的一樣 就是用一條直徑不少於6毫米的軟鋼條 抵越強度250mm² 最少可以伸長15% 這樣就可以了 而連長撐和剛才所說的也是一樣 也是用一個直徑不少於4毫米的短竹 去撐住那個樓宇和連接著那個內壇 連長器用螺絲的抗拉力要大過7000個牛頓 接著下面的部分就是講 層受訓練的工人 在上一個版本的層受訓練工人的定義都有 所以這次想說的就是新加了的 就是關於原充色竹棚架工作的層受訓練工人 額外要有的就是由建造業會發出的 有效的高級原充色彭架安全訓練證明書 或者中級原充色彭架安全訓練證明書 如果有這個證明書就可以做些什麼呢 它分別分了兩部分的 第一就是高級原充色彭架安全訓練 證明書的持有人就可以做整個原充色彭架的 立策改的工作 但是中級那個 他做的工作就不可以做 這個原充色彭架底層的金屬托架 和上面的大橫桿和小橫桿 萬一如果他真的要做的話 他就要額外有下面的三點要求 第一就是要持有CIC舉辦的 搭建及拆射原充色彭架安全 增修證書課程的有效證書 另外就是持有這個中級原充色彭架安全訓練證明書 之後要有一年或以上 搭拆改原充色彭架的實際工作經驗 還有最後就是要有這個高級原充色彭架安全訓練證明書的持有人 一個陳秀訓練工人的在場監督下進行 接著就再介紹這個合資格的人他的工作 剛才銀山仔有說過 這些工作就要在這個合資格的人的監督下進行 而直接監督呢 亦都寫清楚一個定義就是 他是眼看守物動的 只可以專注監督著那個彭架 以及承受訓練工人的工作的安全 就不可以自己下手做的 至於另外浪漏天氣前他的工作就是 他們要對於彭架做一個徹底的檢查 看看有沒有地方需要改善或者加固 確保彭架上面的一些保護膜 放低或者綁好或者拆掉它 以及移除彭架上面存放的物料 簡單來說就是當大風的時候 要防止彭架受風和上面的東西吹下來 傷害到工人的 最後一部分就是說安全進出口 安全進出口的要求就是 如果連續彭層 他們進出口的孔洞就要交錯布置 數量要合適 不用的時候蓋好它 清晰標明它的用途 他們的固定在適當的位置 而那個搭脚環桿呢 他們的距離是要在250毫米至300毫米之間的 下面這幅圖就介紹了剛才那一大段子所說的東西了 今天說的就是這樣 謝謝陳先生的分享請陳先生先留步 接下來就是觀眾提問環子 如果大家想問問題的話 現在歡迎點擊問答 然後在彈出的畫面輸入你的問題 我們會隨機幫你發問的 大家可以現在踴躍發問了 剛剛有觀眾其實也有問到的 就想問問陳先生 竹彭架工作安全守則最新版本 第五版其實是何時生效的呢? 那個第五版生效的那個日期 就是今年的 即2024年的10月19日 好,謝謝陳先生 接下來有請第三位講者的分享 有請香港彭業商會理事長梁善偉先生 分享搭策竹彭架安全的實例 有請梁先生 大家好,我是商會梁善偉大棚商會 現在我們講講 現在講大棚裡面來講 因為我們那個大棚 我們是屬於坐四式的大棚 我們開始搭的時候 就是在四邊圈長生那些 就動起那些竹之類的開始搭 現在在問題上 如果說地盤裡面 我們那個安全繩裡面 的高掛低用 是怎樣做呢? 而我們本身建議裡面我們開的大棚 因為以前的大柱是用毛竹的 因為我們在這個地盤裡面 我們下不了獨立救生性 現在建議裡面就是每一條大柱改用是鐵通 在鐵通頂裡面我們想加棚的時候 或者開棚的時候 那條獨立救生性就綁在那條圓通裡面 就做一個獨立救生性 接著大柱裡面一層一層的上 換句話說踏到那一層之後 那條鐵不夠長了 我們接著就輸回另一條鐵上去 就把那條鐵放低一點 如此類推搭就可以上到天面 那就是做這個獨立救生性的 因為我們不能夠層層 就是打這個拉布下去 把那條鐵放下去就不可能的事了 那第二個問題裡面呢 譬如我們搭一個雙棚和墨竹底 鋪網等等這些是必要的 還有這個就是鋪一些鐵板 加一些圍欄等等的 那如果室內裡面呢 有些鎮位啊 那些鎮反了進入裡面呢 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那有很多呢 就說鋪一些升鐵皮 防止這些石屎啊 那些東西掉下去 下一層會撞到那些人 那好像現在呢 就是我們的原柱位呢 我們就是整條原柱包了它 跟著它那些層層這樣做 那他們的安全性 那他們的安全性都是用鐵通 就是大柱用鐵通來 一直升上去的 就是都是這樣的答法的了 好了 那這個就是長生那個 上到天面那裡 我們每一層的高度呢 應該最少有一米半 就是一個保護圍欄 就是不讓工人 就是做錯了 會反下去之類的 還有呢 我們去石屎之前呢 我們一定呢 就在那個 有條二分戀 我們俗稱它是6M鐵仔呢 就構在地盤那些扎鐵位 就垂直拉著大棚的 那好像要搭天花棚 那天花棚裡面呢 我們都是地下路這樣動樹上去 那但是天花棚呢 有道弊端呢 就說 你這麼高 你怎麼扣得一條安全性 打到拉波呢 那我們都說 都是用鐵通做大柱 都是如此類的 一路搭一路上去 那你上去之後 就解了 又搏第二條 又搏上來 那你就變成了 有條獨立救生性 在一個棚大 例如工人有什麼事 他買線腳的性呢 都起碼只有刮損 那不會跌到地下 那還有呢 好像現在那些 那些陣位那些 搭你陣底那些 我們都是鋪密竹啊 鋪一些帆布 或者清潔啊 那又是鐵腳板 又是之類的了 那又是湖南 又都是這樣上去的了 那譬如現在地盤呢 有些好像圓空式那樣呢 那它本身可能呢 就有一些公子 在一個樓面裡面 新的公子出來 那讓我們在上高的鐵面裡面呢 就鋪回了一些密竹啊 那它公司會做好 可能那些公子呢 就上高頂死了 或者用一些拉伯來鎖死它 那我們就在一個鐵面裡 這樣加爬上去的 那譬如那些說 有些可以放得到獨立救生性呢 譬如那些公子啊 我們都可以呢 那些交喉碼呢 包著那個頭 包著那個 包著那個 然後就放一些獨立救生性 那有些可以這樣做的 它有公司鋪出來 就可以這樣做 就是預防你的性 在那個國鐵那裡 你會一下一下 會斷了嘛 所以就是用一條膠的 就是說我們這些大的膠水喉 就穿過那條繩 那運用它就保護著那條繩 那條安全繩 那好了 我們呢 譬如我們搭這些圓孔式刀棚呢 因為我們會在優惠位置 拉那個螺絲的時候呢 會拉那個力度呢 因為我們本身沒有工作台呢 我們那個螺絲是拉不到的 我們預先呢 就用一支鎖門口的那支棍呢 鎖住門口 跟著放著安全繩 扣著人 就鎖住呢 就隨便搭幾級裡面 就在上高轉個拉布 那在那個拉布裡面 拉拉它來 那然後就把安全繩下來呢 那就開始開棚 來看那個磅力的那顆螺絲 還有拉完那個拉布之後呢 我們轉去九飛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拉拉那個棚呢 就是符合牛公司的要求呢 看那個符合不符合那個拉 7000個牛頓的力度的 那我們研究我們就開棚的 那麽了 那麽面頭呢 有些這個獨立交参政呢 我們都這樣做的了 那就要找公正行檢 有個號碼有個其他東西呢 然後就爬出外面的 那麽我們搭這些原封式粥鵬呢 就正如我們剛才這樣說了 我們在裡面 原封式粥鵬呢 你沒有地方轉的 你沒有地方轉到底下 就是低掛高用就沒有用的嘛 那麽我們呢 會伸了一條伸縮棍 就是像那條 那條門口那條伸縮棍呢 那麽你跟著呢 就綁一條安全繩 那麽自己的人扣了上去呢 然後你看看 那麽你轉個救命間 搭兩級在上去拉力 看好不可以 然後就開始開鵬 那麽那些拉蟲呢 都是要拉的 因爲你拉蟲呢 都是拉著那個鵬的嘛 如果你拉蟲不夠力 那個鵬就不夠力了 好了 那麽就搭這些大型的天花裡面呢 那麽你比如說那些 那些樓面呢 那麽呢 我們可能用這些板鋪了 然後用這些三分的 不是 用這些六分的 抱歉 用這些六分的板鋪在地面裡面呢 然後就建那個鵬呢 就起碼它成熟力夠嘛 那麽還有那個大鵬的出入通道呢 那麽我們會有個 好像這些鐵通的上樓梯啊 那麽給那些人 就是每一層都會有個位置 給他們出出入入的 那麽好了 那麽現在好像正如說 那麽在圓桶式開棚那麽呢 就說我們千里那麽 那麽說我們那個門口 新條新竹棍 跟著呢 我們那個人呢 還沒出去的時候 靠新竹棍 靠新條安全性下去 那麽就一直安慰了 就轉了第一隻鵬皮架 扎了兩三條竹 然後上上那一層的樓面 就是譬如我們現在搭四樓 我們開了棚之後呢 就搭幾樓之後 我們會踏上去五樓的樓底 五樓的樓底裡面呢 就轉一個拉鍋 跟著把那麵線放進去 那麽我們就把那條線 轉回到拉鍋裡面 然後就開始再搭那個竹棚的完成 好了 那麽當我們拆大棚的時候呢 因為地盤呢 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就是把這些東西呢 圍上那條路邊啊 就是叫那些 跟那個廣播起來 現在我們上去拆棚 請不要在那裡進入啊 不要走這裏啊 那麽我們就會 新的吊桿 或者是什麽情況呢 就吊在馬馬竹 拆了一個浪在那裏呢 就吊下來 那麽我們吊下來 就會放在那邊的 那麽大致上呢 就是 那麽基本上呢 就是搭棚和插棚的程序呢 我們都是這樣做的了 多謝大家 那麽多謝梁先生的分享 請梁先生先留步 那麽多謝梁先生的分享 請梁先生先留步 那麽多謝梁先生 請先到台下就座 接下來有請第四位講者的分享 我們有請香港建造商會代表 劉傑先生和我們分享下 工地竹棚的安全管理 有請梁先生 好 那麽多謝梁先生 那麽我今天代表建造商會 那麽我分享的題目 就是工地竹棚的安全管理 那麽當中是包括連場器 和工作平台的安全狀況的 那麽首先呢 就是竹棚架的連場器的 安裝和使用 那麽剛才其實勞工處的 阿sir都分享了很多 那麽其實連場器 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撐 那麽除了是九比架之外 那麽是一個重要的受力部件 那麽它就是一個金屬系件 和加上一些連場器 那麽就是穩定的去到 拉扯盤架 那麽支撐在任何一個 日常使用或者惡略情況之下 都可以 那麽使用 那麽連場器的橫向距 就不能超越3米 那麽還有竹棚架 如果離地100以上的話 垂直間距就不能超過6.3 留意這一個要求 比起2017年版本的要求 是收緊了 2017版本當時的縱向距離 是4米 滑向距離是7米 那麽大家應該去檢視地盤的狀況 就是如果那個連場器的間距 是和現在修訂了那個版本不符合的話 應該現在就去檢視 以及立即修改 另外 剛才也說過 其實那個測試的力度 或者那個部技 那麽這裏不細說了 都是染靈 NEWTON 那麽就是說 有一個金屬軟件伸延 那麽 這個剛才也說過 那麽不再特別複屬 那麽後面也是 那麽也說過 一個連場器的測試 那麽最少的測試時間 和那個比例 剛才也說過 就是說 連場器的要求是5% 或者不少於5個 那麽下面有一些 連場測試的圖片 那麽也是 因為剛才也說過 這個2024版本和2017版本 其實是有收緊的 那麽大家都應該 現在檢視你們的工地的狀況 那麽最後 也是會說回 有一個連場器 會有一個連場撐 那個連場撐的目標 就是說 去到固定 那個移動 就不要等它有一個 動動 那麽還有呢 下一方 5.3.1U 這一行 其實是一個 新的 要求來的 就是說 和2017版本 當時是沒有的 那麽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說 禁止 包括爬架工人 在內 或者其他工種的工人 不可以擅自改動 那個觸牌架的 拉孟 包括連場器 就是說 這個是這個版本裏面 新加的要求 那麽其實當然 其實日常平時 我們都會有這樣的要求 但是這個 2024裏面呢 是明文規定寫了這個要求的 那麽 那麽 剛才說了一些 連場器 或者拉孟的狀況 那麽日常 我們那個 工作平台 是怎樣去管理呢 我們呢 會是在 右手邊會講 4.1那個 策劃 我們怎樣去到 去到 在工地 施工之前 我們去到 去到計劃 去到那個 去到達便呢 那麽我們會首先就是 在工地 開始之前 會 會 appoint 我們一個合適的 竹棚建造商 appoint 一個合適的竹棚工友 和CP 那麽我們會 一起去制定 相關的施工方案 和一個 風險評估 那麽 透過我們 當中會牽涉到的工序 譬如包括有一些泥水 有一些 玻璃幕牆的安裝 那麽我們其實 預早已經可以知道 哪些位置 會可以裝 連場器 裝 拉蚊 和裝 狗鼻架 那麽可以減少 就是說工人 因為他的工序 不是去遷就 他的位置 而擅自去到 改回 拆除 連場器 那麽我們在這個 定期的 檢討會 譬如我們每個星期 會有一些會議 和分判商去檢討 那我們就可以 避免了工人 因為貪方面的情況下 擅自去到 改了 或者拆除了 連場器 拉蚊的情況 還有 在4.32 那裏 為工地 和工程做準備 我們都會透過 日常的監察 去到 和各個分判 避免幾個情況出現 第一件事就是 上下作業 即是說 上方正在做一些盤架 搭建 擦捨 改建的情況 下面在正下方 盡量可以減少 或者甚至 避免一些工序發生 另外就是說 日常的調運 調運 我們透過控制 和監督 調運監督的委任 避免太貼近 竹牌架 工作位置 影響竹牌結構 甚至破損竹牌 還有就是 日常的清理 因為 housekeeping 我們都會發現 竹牌架上 裡面有很多 生活垃圾 工件 或者一些不必要的物件 放在上面 從而加重去盤架的負荷 後面這一頁也是 是2024版本 GOP新的要求 新的要求就是說 希望在連續盤架的進出口 是交錯去到報紙的 以往會有些經驗就是說 在外場盤架連續盤架 會有一些上樓梯 直上直落 包括一些方便出入 但是會有一些意外發生 就是說 工人一個不少三次一腳 可能會去到 下落一些 一兩個樓層的意外 都會發生的 那為了避免這些意外發生的話 其實我們都會很鼓勵 他們一些不同樓層的交錯佈置 出入口 那就是說 令到他們這個意外 少一些發生 還有就是說 一些物件的下落 那如果我們能夠 將這個出入口交錯佈置的話 這些意外都可以減少 這些意外都可以減少 後面這裡就是一個 我們實際例子 我們怎樣去到控制 那個工地棚的出入口 我們都會佈置在不同的單位 或者就是流程有一些出入口 那我們怎樣可以令到一些 這些同事或者工友 知道我們的棚在哪些位置 我們都會在不同的樓層的通道位置 標明一些棚的出入口 以及裝置好一些合適的通道 鋪上踢腳板 讓所有工友去到進出 或者是使用竹棚的 那後面這裡就會是 講到棚架的價格 除了就是說 進出使用的時候 棚架上面的物料 這個新的修訂 在5.3.1那裡 他都特意加了兩個字 那就是應該不時清理 回到工作台上的稅料 和運營土肺料 當然其實在日常的使用 除了剛才說的稅料 或者運營土肺料之外 也會發現很多時候 有些不必要的工件 放在那裡 譬如有時候他們經常喜歡 在那裡儲存一些物料 都方便他們下次工作的時候 這些情況都是必須避免的 還有就是說 一些工件我們都很鼓勵 它是即放即用 不要將一些額外的物件 放在上面 還有就是說 一些沒有用的物件 就不要放在竹棚上面 應該放回在樓內 或者單位裡面 一些結構上面 才去擺放 還有就是說 工作那個平台 不可以超載 因為我們這個新的修訂 都會說明 我們每個竹棚 應該會標示 它是給什麼用途 還有就是說 它的安全負債是多少的 我們都要檢視 所有使用的工友都知道 這個竹棚是一般用途 重型用途 或者一個加改的用途 所以這個要在每個竹棚的適當位置 都要清晰地標示 因為以往都發生過很多次 就是說一些棚 因為額外的負重太多而倒下 因為來到惡劣天氣的時候 就倒下了 所以這個日常的清理 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還有在這個版本的修訂 也是說了 除了以往我們都很習慣 我們會委任一個合資格人士 每14天去檢查 棚架的結構 然後簽一張表格5 然後在適當的位置展示 這個版本也說了6.1.2 那裡說了 在一個惡劣情況 趨集不遲 就是說颱風 或者惡劣天氣 我們理解就是 遲是要檢查的 就是說檢查的項目 包括看看 有沒有需要徹底的檢查改善 或者就是說如果一些 譬如連長器 拉孟有沒有一些破損呢 如果有的 就要在一個惡劣天氣到達之前 就要修改 另外就是說 那些保護膜 是不是需要再穩固呢 甚至可能拆除呢 如果因為一些惡劣天氣 可能短暫把它拆除了 減少那個風的受力 就是說這個新修訂裡面 很強調就是說 在一個惡劣天氣前 我們要檢查 那當然也是 我們在惡劣天氣後 就是譬如 我們的認知就是說 黃黑雨 或者甚至乎 1號3號風球 8號的風球之後 都是要檢查的 這個也是必須的 那還有的就是 剛才也說了 在這個新修訂裡面 也都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說 任何一個棚架的搭建工作裡面 都必須要合資格人士的監督下 而這個合資格人士 是不可以參與這個工作的 那這個大家平時都要注意了 因為以往很多時候 一群彈業工作的人員 都會很慣常一群人在工作 他們都會覺得 我一邊做就一邊看著他 這個法例已經寫得明 他是不希望那個合資格人士 是參與其中的 他是必須要全程監督他們的工作 而不是說一邊做一邊監督 這個大家都要留意的 跟著就會是 其實除了勞工署之外 在屋宇署都有一個 竹棚架設計和一個搭建的指引 除了剛才說過一些連場戲的要求 竹的要求的話 其實也有一個要求 譬如竹的生長期 或者就是它的粗度 長度 這裡不特別細講 但是會有一點點不同的就是 屋宇署其實在Session 7那裡 是說明的 任何一個棚架搭建的支持 大廈業主、物業管理署、法團 或者棚業的承建商 其實在工地裡面 譬如project 我們日常的執行 屋宇署來到 看到竹棚 其實都會問我們 拿這一張notification form 就是叫做通知的 裡面很清楚會寫了 就是鵬架 承建商的名字 合資格人士的姓名 工地位置 它的類別 類別 它會說就是 新搭建 拆 改 變成這一張表格 其實大家在工地上 譬如在一些建築項 的project 應該都已經準備好了 這裡最後有一個良好工作的示範 雖然它的場景 其實發生在一個屋宇管理 物業管理的位置 但是裡面所做的任何的步驟 程序 其實放在一個建築地盤 都是適用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由CIC製作的良好工作流程 我們在這一個公司的建築 這一個公司的建築 那一個公司的建築 建造业和物业管理业 虽然看来好像出现在建筑物的不同阶段周期 但其实两者工作环环相扣 亦有共同关心的议题和面对的挑战 物业管理业从业员 日常工作经常涉及触棚架的搭建工程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较早前已经出版 处理棚架工作的操守守质 向持牌物管公司就进行棚架工作事宜 提供实务指引 建造业议会制作这条影片 是想向公众、业主和物业管理业从业员 简介一般圆空式触棚架的施工流程 和监管要项给大家参考 物业管理业从业员九个重点步骤 以加强搭建圆空式触棚架工作的安全 1. 确认通报工程 2. 核对资力文件 3. 评估及围风受影响范围 4. 确认防堵装置妥当安装 5. 确认正确使用安全装备 6. 不定时监测工程 7. 确认系稳装置而通过测试 8. 检查残留风险 9. 检查法定报告 工程承建商在开展工程前 必须视察工地环境 和找出可能影响安全搭建棚架的潜在危险 和其他情况 9. 评估所涉及的风险和制定对应措施 并策划盘架安全工作制度 和议定施工方法说明书 9. 根据劳工署和建造业议会的相关指引 9. 原控式触棚架应由专业工程师设计 10. 并需要考虑棚架的负载量 10. 建筑物结构 10. 成重能力 10. 和负载量等等 10. 建议根据建造业议会指引 10. 工程承建商或物业管理公司 11. 在原控式触棚架工程正式开展前 11. 最少五个工作天 11. 以标准表格 11. 向劳工署情报工程 11. 业主及或物业管理从业员 11. 在工程开展前 11. 影向承建商了解工程内容 11. 和检查施工人员的资历 11. 确保棚工拥有相关工作资历 11. 并确保有足够人员进行工程 11. 踏棚工程 11. 需由曾受分和有足够经验的工人 11. 在合资格的人直接监督下才可以进行 11. 工程开展前 11. 承建商随便搭建筑棚架的工作 11.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 11. 例如行人和车辆 11. 并对受影响范围进行围风 11. 尤其行人过路位置 11. 以尽量减低工程进行时 11. 对行人或者其他物品的潜在风险 11. 承建商 11. 亦应适当地同业主 11. 以及受影响的人士进行事前沟通 11. 工程承建商 11. 需对准备施工的盘工 11. 进行安全训练 11. 并讲解工作内容和安全要点 11. 施工前 11. 需对现场环境进行风险评估 11. 完成评估后 11. 先在安全的环境下展开工程 11. 盘工施工前 11. 需了解图籍 11. 并确认有足够合适的工具 11. 和物料进行施工 11. 当中包括检查安全设施和用具 11. 是否处于良好的状况 11. 尤其是防堕系稳装置 11. 盘工在施工前 11. 应考虑施工时 11.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11. 并对工地现场环境 11. 和附近物品作合适保护 11. 以免进行工程时弄髒 11. 损坏周围环境和其他物品 11. 承建商需就施工现场环境 11. 选用合适的防堕系稳装置 11. 可选择使用流动式 11. 临时防堕系稳装置 11. 或系稳捞固装置 11. 即是阳眼圈 11. 并由合资格人士安装并确认 11. 如选用流动式 11. 临时防堕系稳装置 11. 需符合欧盟标准 11. 跟据生产商 11. 指引安装及使用 11. 业主及或物业管理从业员 11. 与成建商和盘工开展工作前 11. 应该确认盘工妥善配戴全身式安全带 12. 与连接系稳装置 12. 才开展工作 11. 如果发现盘工 11. 未有妥善配戴全身式安全带 12. 与连接系稳装置 12. 业主及或物业管理从业员 应该作出适当阻止和提示 盘工使用仪器探测 确定长身钢筋和电线位置后 参照设计图质 确定承托架合式转孔位置 盘工在外墙合式位置转孔后 适当安装狗臂架 和进行扭力测试 以确保系稳螺丝的扭力 达到生产商要求 和需要由合资格人士 全程监督盘架安装 和确保安全情况下施工 盘工应该选择合式竹竿 和按尺寸安装 不要用耳裂开 或者附冷的竹竿搭建竹盘架 依照施工程序 盘工应该先安装物竹底盘 系稳搭固装置 即是羊眼圈 需由合资格人士安装并确认 并且签法证明 羊眼圈 需符合英国标准 BS7883 即是可以承受15秒或以上 达6000牛顿的拉力 盘工在工作过程中 必须保持身上安全带 连接至最少一个防堡装置 搭盘过程中 物业管理从业员 可以不定时观察进度和安全 例如盘工有没有配搭 全身式安全带 和妥善连接系稳装置 物业管理业从业员 如果发现不安全 或者违规情况 应该即时要求工程暂停 并且向罗工署报告 盘工完成物竹底盘后 继续安装竹盘架的直缸围栏 和连长器 盘工完成棚架搭建后 需要安装左延帆布 和卫生棚网 并且铺设竹盘架底板 最后盘工需要安装 和固定底护板 即是踢脚板 工程完成的时候 工程监督 即竹盘架合资格人士 需要检查已经完成的竹盘架 并且确认棚架结构安全 之后就可以签发法定报告 俗称表格5 物业管理从业员 需要确认以员工的盘架 已经由合资格人士检查 并签发表格5 物业管理处职员 应该查收已经签了盘子的 原空式竹盘架 并和承建商负责人 检查已经员工的原空式竹盘架 有没有残留风险 和其他需要跟进的事宜 最后确定 竹盘架搭建工程已经完成 完成工程后 应尽快拆卸原空式竹盘架 进行盘架拆卸工程前 承建商需就拆卸足盘架的工作 对周边环境影响进行评估 并对受影响范围进行围风保护 和适当地和业主 以及受影响的人士进行事前沟通 开始盘架拆卸工程前 建议管理公司和工程承建商 应该一起检视施工现场 确保所有安全措施 应现状况良好 例如围栏、系稳装置等等 系稳装置如果有需要 需要由合资格人士再检查和填写报告 物业管理从业员 应该确认盘架 妥善配戴全身式安全带 和连接系稳装置 先开展工作 拆卸原空式竹盘架之前 应该检查和确保竹盘架稳固 如果发现盘架有损毁或者不稳固 应该先进行维修 确保竹盘架结构稳固后 先展开竹盘架的拆卸工作 测试程序根据施工方案程序进行 并妥善计划 应由非负重部分至负重部分 并由上而下进行测试 清拆原空式竹盘架 和其他相关系稳设施后 盘工应妥善处理内外长长生的转洞 盘工应就外长长生的转洞的善后处理 自信有关专业人士的意见 完成原空式竹盘架清拆 盘工需要妥善清理所有工程工具和物料 和妥善还原工地和准备交货 工程承建商完成原空式竹盘架清拆 并且交货之后 需要通知物业管理署已经完成工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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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校的主人 作为参考 我今天的分享是这么多 谢谢刘先生的分享 请刘先生先留步 接着来是观众的提问环节 如果大家想问问题的话 欢迎点击问答 然后在弹出的画面输入你的问题 我们会随机帮你发问 刚刚已经见到有观众 想问一下刘先生 其实在怎样的恶劣情况下 需要去检查抓牌呢? 在最新的修订都提及过了 在恶劣天气前 我们的理解就是黄红黑雨 还有就是说在台风讯号发出之前 因为现在天文台其实都很好 在这些恶劣天气发出之前 都会有预先的警报 我们应该其实在平时的日常管理里面 都跟我们的彭商 彭的CD的公友协商 就是说在这些恶劣天气前 那个安排是怎样的 可能是早六小时 早半天 你快将那个彭的结构检查 然后有足够和适当的时间 如果需要加改 或者将刚才所说的彭网 去到拆除 去避免封了的话 我们要在这些恶劣天气前 就会来到检查的了 好 谢谢刘先生 请先到台下就座 接下来就有请第五位 感谢的分享 有请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理事 黄荣乐先生 和我们分享一下 管理物业内踏刹 及使用原空式竹牌的经验分享 有请 有请黄先生 各位同志五安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 来到郑安局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祝谭那个的使用 在管理公司的角色里面 我们希望是怎么可以帮到 大家安全上的工作 大家都刚才听过很多 讲者 分享了很多 是关于原空式竹牌的 技术上的需要 所以我就不会特别在这些工序上 说得太多 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在日常 大家来到我们屋苑 或者是大厦里面工作的时间 都会察觉到 我们公司的同事 都会有很多的问题 去跟大家的同事 来到商讨的 为什么这么烦呢 我们只是一个目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 透过一个良好的管理 希望将意外减到最低 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心上班 也都安全着回家 是 不动 好 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地小人多的情况 所以 普遍我们的流域 都是向公共发展的了 在维修的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 倚靠 彭架的 协助 去到一些高空的地方 去做维修保养的 在 过往我们都察觉到 很多时候使用彭架的时间 会有一些 意外出现 所以我们都不否定 在彭架上的工作 是 比较高危的 为什么在高危的情况里面 是减少一些意外发生呢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操作上 我们都要在细节上 来到特别留心 在 出盘 或者建造业 上面来说 大家都会受到 香港法例59和509的 那个 执法的限制 大家都要发到法例的要求 除了 这两样东西之外 如果大家去到工地 是一个地盘 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来到我们 现有的 大厦里面的时间 我们会多了一些法例 会限制了我们的 一些的工作 包括了 建筑物管理条例 香港法例第344章 在香港法例第626章里面 就是 限制了我们作为一个 物业管理服务 的 从业员 或者公司 是要符合 这个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里面的要求 亦都有一条法例 就是 香港法例的第314章里面 就是说到 占用人法例的责任条例 这些就是正正 作为一个管理公司 是 在我们的约常工作 处理棚架的安全上面 是更加受到 规管的 在 2022年7月29号 这个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就着 物业管理服务业 就是通过了 出了一些 操作守质的 包括了监管物业管理公司 以及持牌人 以及提供一些 实务指引 以及工作要求 在画面里面 大家看到 右手边 就是 这个监管局 在 2022年 是出版的 一个处理棚架工作 的一些 要点 里面 就是指示了 我们管理公司 或者我们的 持牌人 在一场工作里面 处理棚架工作的时间 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有一系列工作 我们也要符合 才能符合到 这个法题的要求 在一个棚架工作的时间 其实棚架 就是 搭建了在我们的工作地方 在大压的工作地方 那个的 拥有 和管理权 就是属于 管理公司 又或者 业主纳贸法团 就算 那个的工作 只是在一个 单位里面 伸延出去 外场 那个外场 仍然是属于 公家的 所以 管理公司 是有责任 或者法团 都是有责任 是保障 那个的 工人 和周边 做着的 或者 是走过的路人 他们的安全 正正是拥有人的责任 就是赋予了 就是说明 是管理者 是有绝对的责任 是对于每个棚架 他的操作 是不会危害到公有 或者是附近工作中的人 的安全和健康 刚才讲到 刘先生都提到了 在棚架里面做事 楼下最好 不要有人 刚才那段视频里面 都有提到一个环节 就是 在周边的环境 是应该是 围风了去 不要被人进入 那些的位置 避免有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有些实务守则 不详细讲 因为 就只是监管我们 在这里 就不想 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不过我想 在作为管理公司 怎么可以执行到 这些的安全措施 就是我想在 跟着的环节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就是 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刚才很多的讲者 都有提到的 包括了购买保险 等等 刚才的画面 那个段影片里面 就是介绍了九个的步骤 在管理公司里面来说 我们是比 这九个步骤 还会多一点点 很多个公司 在比我们的同事执行工作上 我们会有 13.5% 怎么会多了一点点呢 就是跟我们 是在周边 除了在工作时间里面的时间 我们还有什么额外措施 是可以增加提供到 那个安全的情况 在这里第五点 值得讲一讲的 作为管理公司 是对于梅宗 监假的工作相关记录 是有责任保存六年 以提供相关执法的部门 来查阅的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很小心处理这些 整个过程 和文书记录 这里就是刚才很多同事 讲者都提过 怎么样处理日常的工作呢 包括了很多的细节 这里不再详细讲了 这里是流程 这些资料在我们日常工作上 我们都会教授给我们的 前世人同事 他的知识 在一个棚的答件里面 有什么细节是需要留意的 整个工作下流程的重点 细节他们都要知识 当然我们的同事 就没有能力 是完全掌握到里面 每一个细节的 不过我们希望透过 一些基本的知识 他们都明白 每一个重点是什么 怎么去做呢 等一下会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说 在2024年10月19日 就有新的法例的修订 这个修订 我们都要及时 通报给我们每一个同事 知道 在他日后 在10月19日之后 他们的检查的文书记录上面 是要有更多的资料 是需要涵盖 我们是需要修订 那个我们叫做工作指引 给同事 设计策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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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 这里就是我们在行业里面 在物业管理的同事 是需要考虑的一些细节 包括在小型工程监管制度里面 工人的要求是什么 占名的责任 就是大厦里面的工程的安全性 我们要小心 在施工的申请里面 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要有一个施工申请呢 就是因为 刚才很多港姐都提到 很多的爆炸螺丝 其实转了到墙身里面 那些墙身是否稳妥的呢 是专长加了一些的装饰物下去 是否适合装置这些棚架的部件呢 我们相信在那个大厦的结构里面 我们的同事是最清楚的 因为是整个结构 哪些地方是适合 采放这些的装置 我们应该是给到一些意见 我们希望透过在工程的沟通上面 和施工的同事 大家去理解一下 怎么做到最好最安全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风险评估 在我们的大厦里面 会预先做作 就是如果有棚架要答的 我们觉得哪些位置是最释放的呢 我们会提供一些意见 给他们考虑 他们施工的安全的情况 包括就是如何清理现场 保险 施工的一些细节和进度 安全和对周边的环境的资料 这些都是我们在官吏上面 是很想跟工程的 相关公司的负责人 是沟通后 从而可以将安全提升到最好 也都将它滋扰或者意外 是感激 将来风险评估 永远都是我们工作的部分 除了预先的安排之外 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觉得是很需要的 巡查的制度 巡查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很多的同事 都不是一个工程师 也都不是一个工程监督 我们怎么可以培训 他们可以在一些的重要环节里面 他们知道是怎么执行 他们的巡查工作 要留意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的巡查制度里面 都会有一张表格 是挪裂了一些重点 让它比较 在周边工作上更加容易 员工的培训 我们会制定清单 最重要的是 也有一些巡查记录 巡查记录 就会是确保同事 完成了公司对他们巡查的要求 最后其实就是一些法团和客户 对于安全重要的教育宣传 在刚才的宣传点里面 其实个别的业主 特别是小业主在单位里面 做工程的时间 有检架的建筑的时间 他们明不明白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们是需要告诉他们听 在他们的选择工程的承判商里面 有什么要留意 要提交什么的资料 他们是否一个合格的承建商 这些是要透过 在他们的业主那里 做申请 这个维修申请的时间 我们要和他们沟通 交代清楚 当然这些工作 我们都要和法团去商讨的 当然我们在一常的工作里面 我们会遇到一些的业主 他们可能不太明白 也都有时那些工程的同事 可能在配合上面 可能不是太清楚 我们的要求 都会有一些的矛盾会出现的 那我们怎么在这些细节上去理纯呢 我想我们都要制作一些标准的程序 是给我们的同事执行 这些程序我们都会和法团那边去沟通 就是业主代表 当然知识 我们其实在工作制度上来说 业主都需要配合的 很多时候那些业主出现争拗的时间 往往就是去了法团 或者去了管理公司的管理层上面 那我们都要给他们知道 是这样做的 是正确和目的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怎么可以在资源洗澡上面 可以配合到这个安全要求 那这些呢 刚才是很多朋友都说了 那我不再重复 想提一提的 是否管理公司对棚架 安全有什么的附加要求呢 这里就是 第一就是 我们要在装修申请上面 有一些明确的职安建业要求 当那些工程公司来到申请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提供一些的指引给他们 告诉他们听 在我们管理的范围里面 他们有什么的职安建要求 第二 我们会提供一些大厦安全的工作指引给我们的同事 让他们在巡查的时间留意什么地方 包括会不会有的业务 有没有足够的一些好的位置 可以做一些临时的一些安全的措施 包括了那些是找装置 风险评估 这些都是我们会在事前日常都会做的 在有工程需要的时间 我们会检查和核对 工程的内容 包括了是不是有足够的保险来到呢 在涵盖道呢 工程的支持呢 我们应该要 工程公司呢 如要通知我们 那一方面呢 我们是有足够的时间呢 是通报去劳工处啦 也都要是通知这个的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除了通报之外呢 我们是要预备了足够的维风安排 还有出一些通告 是给这个工程现场的周边的业主知识 采取一些的可行的预备功夫 里面包括了呢 就可能要关上自己的枪啦 也都是有一些噪音可能会出现啦 那这些的工序呢 其实都是在日常里面呢 我们需要预备啦 是做好盘估啦 还有是根据很多公司都行的ISO的了 那根据ISO的流程呢 来到执行我们的检查 还有呢 是检讨 那这些呢 就是刚才我们很多同事都讲了的了 那form 5这些大家都意识能长 大家应该可能认识比较多 在刚才都提到了 很多时候呢 在工作期间里面呢 或者事前 都可能呢 有一些天气的变化 那我们怎么可以 特别留意在天气改变的时间呢 是不是需要 审视一下 是不是适当呢 出去盘架里面工作呢 那 我们是需要充分和我们的承判商呢 是来到沟通啊 那 我们希望给你知识啦 我们作为管理公司不是多事 为何会这么烦 经常看我的呢 就是因为呢 在咨识集团里面呢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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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我們的同事都覺得大排不關我的事 有些闊腦懶你的情況 這個我們是要一個長期的工程 給我們同事知識他們的工作有重要性 剛才說的一些工作許可證的制度 他們是在工作施工之前要跟我們做一些登記 包括了哪些同事在 哪些同事執行什麼工作 他們的資歷是否符合 這些都是需要工程公司提供給我們 在右邊有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是需要不時修訂 在今年的10月19日 應該會有一些新的內容修訂下去 這個表格是方便我們同事在他們出去巡視工地的時間 是給他們有一個容易的驗收表格 我們裏面有十三點 包括了他們在處理事情裏面 是否已經足夠涵蓋了一些細節 讓他們的安全是得以保證的呢 在未管理的同事 就算是一個客戶服務員 他們都是代表公司 負負責監督的一些角色 他們的培訓是很重要的 剛才這段短片我們都用來 建議公司作為一個培訓的內容 當然不單止是這些 當我們的同事去執行監督的角色的時間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不一樣的問題 包括了那些同事覺得他們煩 包括了他們去工作 又或者質疑他們 是不是有需要這樣做 那怎麼可以有效執行到這個監督的角色呢 那我們都希望去掌握到一些溝通的技巧 怎麼可以跟我們的同事 工程的同事做一些溝通 用什麼說話的態度 這些我們都需要培訓同事 避免有些不必要的衝突 我們很多的屋苑 其實都有一些應用程式 給我們的同事來使用 他們有個好處 就是用一些智人手機 將他們在現場看到的 拍下來就會傳送到我們的後台 一些公司的管理層 或者是適當的負責的監督的同事 透過他們拿到回來的資訊 就會有一些工作的提示 給我們的現場的同事 知道怎麼處理 又或者如果看到的情況 是有需要急於去處理的話 我們甚至會馬上通知相關的人士去處理 包括了一些政府的部門 希望未有意外出現的時間 可以處理這些高危的工序 在剛才提到我們需要有職安建訊息的一些推廣 給我們的業主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監督的工作其實都牽涉到人手 所以我們都要要求我們的法團 或者業主代表 是同意我們這樣的執行工作 也都給他們明白職安建的重要性 特別是彭架的意外 或者是他們的風險 我們應該是特別關心的 所以我們管理公司都會定期 舉辦一些對外的職安宣傳 不單止對自己的同事 一會兒可能有講者特別提到 就是我們怎麼挑選一些好的工程公司 有一些的標準 我們會提示到 業主要怎麼挑選這些所謂良好的優良表現的承判商 一會兒交給其他港者深入討論 我們自己公司如果是做一些公家的工程 當然我們會有一些工程公司的核實名單 只是有一些優良記錄的公司 才會立刻在我們的名單裡面 委任做一些工程 這裡有一些熱線我們都會交給我們的同事 當他們有問題的時間 循璇向公司去拿一些意見之後 也可以跟相關的政府部門來拿一些意見 今天就回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多謝王先生的分享 請王先生先留步 接下來就是觀眾的提問環節 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點擊問答 然後輸入你的問題 我們會隨機幫你發問 剛剛也看到有觀眾想問一問王先生 一般工程來說都建議工程公司 購買第三者保險 那保險建議是多少呢? 在這個工程購買保險方面 法例是對於管理公司 或者是業主南岸佛團有些要求的 在這個建築物管理條例 《香港法律第344章》裡面的 第28個條款裡面 規定了管理公司要購買 一千萬最少的第三者保險 這個是最低的要求 其實我們都留意到現在 賠償額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都建議在管理公司或法團 我們都會購買多多保障 現在普遍我們都會賣二千萬 很多時候 甚至我們看到有些很個別的例子 是賠償到二千幾萬的 所以太低可能是保障不到一些損失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追蹤一千萬 但可能工程的風險比較高的話 我們會建議購買高一點 來購買一個保障 如果是有能力的話 管理公司會購買二千萬的 謝謝王先生 請王先生先到台下就座 接下來有請第五位講者的分享 香港保險業聯會 以外保險工會委員 邱振紅先生為大家講解一下 業主在為竹棚架工作 購買保險的一些注意事項 有請休先生 大家好 午安 今天我為大家講講 搭檬葉的勞工保險 在香港的狀況 在香港來講 我們有牌照的保險公司 有161間 這個都受香港保監的監管 在裡面我們有長期保險 53間 這些是指一些受險公司 非受險 就是指一般的保險公司 就有88間 也有些叫綜合性的保險公司 它的牌照就可以受險和非受險做 但是這些數目已經只有18間 而且不會再有新牌照 有些特別目的的業務 是兩間很少數的 這些可能是一些很大型的機構 在香港成立做一些自保的業務 在裡面來說 一般保險裡88間 能夠提供到勞工保險的 只有50間 如果針對搭檬葉 在我們傳統來說 我們認為保險業界看法 是屬於一些高危的行業 所以如果在業界裡面 即50多間願意提供保險裡面 能夠保障牌業的僱員 其實數目很少 應該是少於10間公司的 如果專門只是做牌公司的數目 就會更少 一般來說 如果我們面對做大型工程裡面 它總成件商 其實保險已經會把部分牌的工序 已經保障了 我們現在所說 單獨式小型工程裡面的牌 可能是換冷氣 這個類型工程 他們用牌的僱主去買保險 其實在香港來說 有些困難性的 所以我們面對這個 在業界裡面 一些叫做高危行業 我們保險業 就成立了一個僱員補償聯補計劃 這個成立到已經由2007年 成立到現在 其實都很多年 成立到現在 我們出的保單 總共有1200多張 1200多張裡面 跟牌有關的都有560多張 這個數目較為多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們每天出一張單 給牌公司的業務 但是現在這個數目 就較為 我們很少出這些單人的單 但是我們又看看 究竟如果出一年單 大約是12個月的狀況是怎樣 就是這樣 在這份表 我們做了一些數據 可以為大家分享 在2007年成立 其實我們一直都沒有業務 在這個聯補計劃 直到2011年 發生了我們有一個會員公司 他本來做了很多這些小牌公司 但是他退出了市場 他退出市場 所以牌公司 就要走來我們這個聯補計劃 申請 我們看到 其實由2011年 去到高峰期的時候 203年 當年來講 申請的公司有51間 數目是多的 但是隨著那個開始 隨著那個發展 我們留意到 那些牌公司 去聯補計劃申請的數目 是相減的 原因有幾樣東西 因為早期那個聯補計劃 訂立的保費率 是較為低 後來因為那些意外記錄多了 所以它的保費就提升了 提升了 有些牌公司 覺得保費高了 所以他亦都在私人市場那裡 再找我們其他個別會員公司去申請 那可能他有成功購買的 那也都難保 究竟其實可能他都沒有買到 勞工保險 那這個問題我們其實都是關注的 那麼近年 在2022年我們留意到 數目開始就上升了 那雖然就 現在來說 因為只是一個季度 一至三月 我們看到申請人數有五間 但是如果平均來說 其實如果整體來說 我相信2024和2023的數目 都會差不多 大約都有23間左右 有牌商是申請的 那麼我們自己希望 希望來講 其實會多些 牌公司來這個聯保計劃那裡申請 那麼我們也來講講 這個聯保計劃裡面 一些情況是怎樣的呢 那麼這個計劃呢 主要就是在 20年7年之前那幾年 就發生什麼事呢 當時來講 就很多僱主 就去到勞工署那裡投訴 說買勞工保險很困難 要不就買不到保險 要不就 保費率他們覺得很高 那麼 所以勞工署就做了一些數據 給我們的保險業去參考 大約你會看到這份表 就有22個行業 那麼當時來講 我們根據這個勞工署的要求 就訂立了 就會在這個聯保機制裡面 就對這個22個行業 比較高危的行業 我們會提供勞工保險 搭檬也是其中一個行業 我們會考慮的 那麼整個計劃會成立 怎樣成立呢 我們在50間公司 我們就沒有理由50間公司 都走出來做事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成立了個理事會 那麼就在會員公司 就派出了15間公司的代表 那麼也都令到這個計劃有透明度 除了保險業來講 也都希望能夠在社會裡面 得到其他人的意見 那麼所以我們都成立了一個顧問委員會 那麼就保監那裡有代表 勞工署有代表 職安局 也都立法會 有很多其他行業的代表 都會加入我們顧問委員會 那麼通常來說 我們每一年呢 就在確定那個收費率之前 我們就會 理事會就會將那個保費率 來年的保費率 就會提交給顧問委員 最後會核實的 那麼就是我們都是有商有糧 然後決定了那個收費 那麼通常新的收費 我們就有每一年的1月1日就生效 那麼另外我們在委員會下面 我們就分了一些小組工作 我們有些叫做核保委員會 那麼就負責設計那個投保書 和精算師研究那個收費的標準 那麼也都有些索盤委員會 就是當有工商的時候 怎樣去決定賠償金額 以及怎樣去委任一些律師幫忙去處理那個索償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有一個委任一個會員公司 就是提供這個服務 那麼這個公司就會接觸到那些 向這個聯保計劃申請的那些投保的公司 日常的溝通就會由這間會員公司去處理的 那麼說到那個收費 因為我們為了令到有一個獨立性 我們就會有一間獨立的精算師公司 它就根據每一年的市場的數據 也都會根據我們聯保計劃那個結果 然後掌握了一些賠償的紀錄 然後做一個建議每一年的收費 所以這個收費率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和可靠性的 就不會說有一間公司來講 就自己決定那個收費多少的 那麼這個是不會的 那麼怎麼申請的呢 那麼首先就是說 如果僱主來說 他在有三間保險公司都拒賠 即是不拒賠 三間保險公司都拒絕他那個申請的話 都可以來這個聯保計劃申請 或者他 而我們在聯保計劃 每年我們將那個收費率是定了出來的 那麼如果他發覺自己在某一間公司 買著那個保險的收費率 已經高過我們在聯保計劃裡面 那個收費超過三成 其實都可以去申請的 那麼這個就是一般處理 所以我們認為提前我提及的高風險行業 那麼其實你會留意到 就算不是我們訂了22種高風險行業 那麼有時候某些情況下 如果你都購買不到勞工保險的話 其實都可以向這個計劃申請 那麼就為了方便彭業那方面申請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不需要每一個細盤公司提供三間公司 說不做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在我們五十多間公司 大部分都是不會做單頭彭業公司的業務的 其實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那麼怎麼做呢 而我們本身在那個聯保計劃我們有一個網站 在網站裡面我們就會放了那個申請書在那裡 那麼可以那個僱主在那個網站裡面 然後拿出那個申請書 然後填有關資料 那填有關資料呢 它是交給我們那個本身在聯保計劃 有一個計劃也有一個管理人的 那麼交給它呢 我們聯保計劃呢 就會將這些有關資料 就先在我們五十多間的會員公司 就會是傳閱的 就因為本身我們聯保計劃 其實我們是打算 就是最後才走出來成果的 那麼如果我們有個別的會員公司 對那個業務有興趣呢 它可以和我們那個局講話 這個業務我有興趣的 於是它可以自己聯絡那個投保人去談 那麼但是通常來說呢 我們看到呢 但是彭公司呢 很多時候他們都不會說走出來做的 那麼所以其實通過這個程序之後呢 其實都是我們聯保計劃呢 自己會給回一個報價給那個彭公司 那麼彭公司接受那個報價呢 就簽了一個申請書之後呢 加上那個保費呢 它那張保單就申請了 那麼這裡呢 是介紹我們那個 聯保計劃裡面那個 那個搭棚的表格 那麼其實個別保護公司的 那個投保書都會有些不同的 那麼我們這個呢 就是會較為透明度高一些 因為你會看到呢 我們將那個22種叫做高危的行業呢 我們將那個收費率呢 我們打了在這裡 如果現在針對在彭業那裡 就是在第15點那個 現在每一年的收費率呢 就是58.15% 那麼這個是承諾承去呢 就是他每一年的那個工人的總收入 那麼如果當成功申請到那個保險呢 但是在搭棚那個保單裡面呢 就有些特別要求的 就是說呢 他每一開工呢 就是前一天呢 他要那個僱主要把他那個 那個搭棚的工人的資料呢 就給了我們聯保計劃知道的 那麼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提升所說的那個收費呢 其實是一個賺保收費來的 那麼其實就是我們每一天開工呢 他把實際的數字再告訴我們 我們做回紀錄 那麼一年之後呢 我們會計算那個保費 其實可能我們之前是收多了的 我們會給回匯分 那麼如果中途發覺他原先給的保費 是給不夠的 他業務生意很多的呢 我們會聯絡那個僱主 就加收那個保費 這個就是那個整個目的 那麼但是這一份表格呢 就非常重要的 在整個合約裡面 就是假如呢 你在開工之前你沒有申報 而你去安排那個工人去工作呢 由於你沒有做這個申報的話呢 那麼發生的那個意外呢 在聯保計劃呢 是有權作出賠償的 這個我要特別要跟大家講一講的 那麼保費率那裡 我們也提及到 現在是58.15% 但是這個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保費 但是我們有一個折扣機制的 那麼怎麼來呢 就是如果職工局裡面 有個企業升級計劃呢 如果你是升級企業呢 你是可以拿到6折 那麼另外呢 如果你是金星計劃呢 可以再拿到50%折扣 那麼現在來說 50%折扣呢 就是整個機材裡面是最高的 那麼也都有一種方法呢 就是說 它未必拿到這些升級計劃的折扣 但是如果它開保單的時候 已經說給一個名字 我們說定是哪個僱員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 就是記名的手續 我們都會給一個7折的 那麼這裡呢 我就講講我們 就是簡單一個例子 大約的收費會是怎麼樣呢 通常我們看到 很多時候這些小盤公司 開保單的時候 都是買一個大工和一個小工 那麼58.15%這個收費率呢 我們就是放在大工那裡的 上瓶 那麼我們就當了這些小工 就不上瓶的那個工作 那麼所以來講 那收費率呢 就是22.8% 那麼我們最先 預收那個費用呢 就每計每一年 就是當你的那個薪金 是2000元來計算 那麼當你每個月 就開到20天工 那麼整年來講 就當然了 就加上其他那個 如果你有販錢的 我們都是當收入的一部分 如果你說沒有販錢 我們不計算 但是很多時候都有販錢 我們計算下去 那麼就在這裡 假設大工一年的收入 就有494,600元 細工就24萬 那麼如果根原保計劃的收費率 你會看到 就走出來一年的保費 就要超過34萬 這個是不小的保費率 但是如果你在升級計劃裡面 得到50%折扣的 其實整年的收費 就是17萬多 但是實際個案 其實我們看得到 其實現在在聯保計劃裡面 每天都開到20天工的公司 是少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其實一年之後 我們可能很多情況裡面 我們都會做一個很大的 預分單給他 超過50%都有 那麼當然了 我已經信任他 他是如實報道 那麼就跳回到另一件事 就是說有時候 你投保來講 未必一定在聯保計劃那裡投保的 因為其實坊間也都有一些公司 可能會提供一個 搭牌的保障 那搭牌保障 它為什麼會提供呢 其實可能那間公司 它不只是做搭牌生意的 它有其他工程 那整個東西去找我們 會員公司 我們會員公司會考慮的 但是為了 如果我們去 作為淘寶人 你要看的時候 你要看一份保單裡面 是哪些保障公司 如果你留意保障公司的名字 其實你不太認識 或者你看到 你不經常看到的 你要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針對裝修 裝修和排列公司的保障公司 其實勞工保障的數目是很少的 來來去去 很多時候你都會看到 是那幾間保障公司做的 那麼如果有些新的公司 你們不信任 其實可以直接向保障公司查信 那麼勞工保障要留意 所以提前我說 你那個收入 我們計算是要你有固定的薪金 佣金 還有一些津貼的 我們計算的 那麼這個主要跟回 勞工法例裡面那個 收入的定義 來做一個基礎 而來說 我們如果說 一般標準的保單 它只是保香港而已 但是法例要求 如果雇主安排雇員去外地工作 你的保障要相應提供保障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的 我們都見過的情形 其實原來員工要去外地工作 但是由於他投保的時候沒有留意 那保障公司只是提供了保障 香港的範圍 如果在外地出現了 簡單來說 工商呢 雇主就要負責 但是保障公司就不用負責 因為他的保單只限了香港 所以你投保的時候 你如果發覺他需要去外地工作 你就要告訴那間保障公司 我們員工是需要去外地的工作 當然在棚業來說 就少一些情形 但是如果你說 一般或者做貿易公司 工程公司 現在來說 其實中港很密切 經常都往來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保單 要保障外地工作 另外一樣東西也提到 就是買那個勞工保險 就要看那個到期的日子 也都有試過 就疏忽了 忘記了 逐保 那就發生了工商 才再找回保障公司做 但是 一般來說 保障公司不會再跟你做一個 就是再跟你說 我們簡單的叫做back day 因為不會跟你這樣做 他都是你通知他 願意的時候 才再跟你出商保單 那你如果在中間裡面 有個空隙裡面發生以外 保障公司是不會負責的 但是你作為僱主 你要什麼信心 所以你也要留意 你自己買那份保單 是幾時到期的 另外你留意 我們保險裡面 是一個叫做最大誠信的契約 換句話來說 就是說 我們就是很要求 投保人 如實跟那個投保書 將有關資料提供 如果你是刻意 刻意 你將那個工人的人工 報勢為了省保費 這個較為一個危險的安排 因為也有機會 如果你這樣買少了很多的工資 有機會發生意外 保管公司可能要按回比率 你少買多少賠多少 甚至乎再嚴重一點的情況 可能那張保單 可能會失效 這個就要大家去留意 我今天的分享就完結了 多謝大家 多謝優生的分享 接下來也是觀眾的提問畫致 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點擊問答 然後在彈出的畫面 輸入你的問題 我們就會隨機幫你發問 其實剛剛在優生的分享時間 也看到有觀眾已經在市場上想問 就是想問優生預計 未來足牌業的僱員補償補欠 補費率會有什麼轉變呢? 我想就聯補計劃那裡 我會有一些看法 這個補費率 由早期那時候 最先來說 最先成立的時候 我看到大約是17%左右 最早期 但是因為中間的賠償額很高 所以就一例每一年 徵賞師就去調整收費 最高我們看到 升過超過65% 但是現在你看到 是50% 其實就是這幾年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在聯補計劃裡面 盤的意外率就少了 盤的意外率就少了 所以我看到它的保費率就下降 今年如果頭半年來講 其實就在聯補計劃 盤的索償也不多 如果能夠維持這個情況 我相信在未來 就是2025年那裡 也有機會有一個減幅 多少那裡 我們都要觀察這個狀況 因為我提前這麼說 徵賞師不只是看聯補計劃的結果 我們因為有些會議公司 在外面都有城堡牌的 它是整體去看的 但是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況 也都知道它其實就 建造議會也都做了很多事情 可能接下來有些牌的公司 或者工人的登記制度 加強那個培訓 我們希望這個行業裡面的意外就減少了 我們其實都不是想著 要收一個高的補費率 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 那我其實都希望它的補費率 一路一路減少 然後多些人來投保 就不要說不去買保險 因為其實你看到 如果在聯補計劃只有20家 其實我做一個數字 其實20家裡面 每一年 整年出現的工人 是少於100人的 但是如果我在建造議會聽到 它做了飛盤的行業的人數 可能有800多人 那你100人對800多人 那中間那700多人 不會全部自僱人士 可能一大部分是其他 我們的會員公司成本 但是也都不排除 就有些其實沒有買 那這個狀況不是太理想 那我希望能夠改善 謝謝你 謝謝邱先生 我們是做一個感應系統的 那之前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中心做什麼 我們中心就是 創新科技處的其中一個研發中心 最主要是做物流及供應鏈的技術 是相關開發的 那我們中心就是 今年是第18年 我們是由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和香港科技大學協辦的 但是我們也和這麼多間大學有合作 我們自己的研發團隊 大概有180人 再加上一些做開 Apply Research的大學的教授 什麼叫做Apply Research 就是一個應用的研發 應用的研發的意思就是 做的技術是要落地的 不是一些理論性 是要實踐性的 加上大學的團隊 我們差不多有600人去做研發的 我們做什麼研發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Apply Research 而Apply Research 就是在街上找不到的技術 我們才可以去做 我們是自己有研發團隊 也有和大學的研發團隊 就是各自有大家不同的焦點 去到入Proposal 去問創新科技署 去申請資金 做一些比較新的技術 而我們不是做生意的 通過每一個項目 我們做完每一個項目 我們就會產生一些技術 而這些技術 我們就以一個 license 的形式 希望一些科技公司 將商品化 商品化、產品化 推出市場 從而省得到他們的研發成本 和時間 因為我們每做一個研發項目 我們都會找一些 我們叫做 Pilot user 去做一些Pilot case 所以 那些技術 都會有一些用家 而一些用家 在我們完成的項目 之後 那些Tech company 就可以 優惠了我們的技術 去商品化、產品化 再幫那些用家 去scale up 那個技術 或者再把它推出其他市場 那這個就是 我剛才提到 其實政府去 establish 我們這些 center 整個模式的運作 是怎樣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局長 定位我們LRCM 為一個公共服務中心 怎樣為一個公共科技服務中心呢 就是因為我們 基於我們剛才說的 我的 center 就是物流及供應鏈 多元技術服務中心 那麽物流供應鏈 就是屬於我們主力 那什麽是這個 多元技術研發中心呢 就是因為我們除了 物流及供應鏈之外 我們在物流及供應鏈 做出來的技術 衍生到我們也幫 建造業 流林科技 金融業 去做不同的領域 簡單來說 譬如我們在 物流及供應鏈 做一些追蹤的技術 我們也將它引伸到 做一個樂林科技 什麽樂林科技 在追蹤那裏 那裏 就是我們在物流業 做一些追蹤的技術 譬如用一個 RFID 即是無線科技 無線射頻式練技術 我們也引伸到老人院 做一些叫做防油酒的系統 那這些我們都 相關技術都做了十幾年了 而我今天分享這套系統 也是用一些傳引器 就是我們追蹤定位的模式去做的 好了 回到各系統那裏 那系統都做了若干年份 當時得到建造業議會的合作 和職安局的支持 我們就做了這個技術 那技術是怎樣呢 在工人用安全帶上 我們可以加一些傳引器 那你見到 我這裏有一個歐 在這個圖裏有一個歐 那歐你見到一個字 就是Persimity Sensor 和Persimity Tag 那技術是怎樣用呢 其實就等於 什麼叫Persimity 就是近距離 那就是等於八達通 你要很近拍下去才讀到 那如果將兩個球 我們有上到一個球 那傳引器就會讀到那個Tag 那個標籤 那這個就是技術了 那傳引器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技術 那如果我有駕開車的 二通行 它現在一個是過隧道 就不需要停下收拔 只有一個傳引器 但是一個軟距離的傳引器 那這個就是引用了一個近距離的傳引器的技術 那另外 在安全帶上 它們有沒有穿到那條繩 我們就用一些Optical Sensor 去看看 還有有沒有調轉到扣 我們就用一些Optical Sensor 去看看有沒有調轉到扣 或者是有沒有調轉到扣 或者是有沒有調轉到那條繩 在安全帶扣那裡 在安全帶扣那裡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三組的感應器 是放進去不同的 例如是Fall Arrestor Anchor Point 和D-Rain 那只要是它們有 配戴到的 一個是閱讀器 一個是標籤 那你就知道 那個工人是會有帶到 那個安全帶的 還有在扣上面的物料的設計 我們都做了一些規格的標準 譬如在防延性 防延性 在拉力 彎曲 我們都要符合到那些標準 那麽物料最主要是一些 尼龍和玻璃纖維去做的 那另外 那個傳感器 都是因為要用電的 那我們都設計了一個 Wireless Charger 去充電的 那這個傳感器就是充電 充電 如果又沒有 充到滿的時候 就大概需要8個小時 那充滿了之後 就可以用到80小時 那我們其實預計了 是一個星期 一至六 那上班都可以用 那用完之後 就放在那裡充電的 那另外也是一個接收器 那這個接收器就是 在收到傳引器的訊息 然後呢 然後呢 下去這個 一個overflow overview 的diagram 就可以透過Wi-Fi 一個Lensin 或者一個4G 的無線網絡 傳回後台的伺服器 那工人自己 如果是本身有一個 Android的電話 或者是主管 它有一個Android的電話 就可以安裝這個APP 那這個APP 就會通知 工友有沒有帶得不對 以及有沒有帶到安全帶 是實時的 這個viewtime 這個就是看到這個實景 其實在我們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是在工地的地盤 有做過 在一些Sisa platform 也有做過 一些Vapor也有做過 在工地的露天地盤 或者是高空工作外圍 或者是電話槽 也有做過 這個實驗 這個是一個界面 這個界面就是一個Android Phone的APP 來的 如果那個工友 是有哪一組的 那個Sensor 或者是哪一組扣 它們沒有扣 或者那條繩 它們沒有穿 也有不同的 Alert 會衍生出來 通知它自己 或者是主管的 這些是實時都通知到 你看到這個界面 其實非常簡單 這裡是看到一個工地 我剛才說過 其實這個測試 我們在2016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做過了 這是地盤的實景 那時候我們做這個項目 分別在一些購物店 我們的Sisa platform 也有做過 在construction site的工地 和一個Vapor residential 我們也有做過 這是一個實圖的分享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唐先生的分享 接下來也是觀眾的提問環節 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問的話 可以點擊問答 然後在彈出的畫面輸入你的問題 我們會隨機幫你發問的 見到有觀眾其實也想問一問唐先生 通訊控制器和檢測器的覆蓋範圍有多廣 如果覆蓋範圍 就大概有50米 50米 如果是一些竹棒 就大概有20米 如果是一個鐵棒 就大概10米左右 謝謝唐先生 也有觀眾想問一問 監察防墮系統 是否會支援圓孔式的棚架和戶外環境呢 戶外那邊 防水那邊 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全部都有防水在設計 無論在傳輸器或是感應器那裡 全部都可以支援到 謝謝唐先生 請唐先生先到台下就座 接著下來有請最後一位港姐的分享 有請職業安全健康局高級顧問 徐建威先生為我們介紹 裝修及維修業的職安健升級企業計劃 和快速安裝工作平台 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 很高興可以在此為大家介紹 我們職安局相應的支援計劃 我們主要的升級企業計劃 就是讓我們裝修維修業界 尤其是當中比較高風險的工序 就是大家的畫面看到 在個別單位做裝修的時候 外場搭建這些圓孔式的竹棚架 或者叫做吊棚 當中的安全措施 剛才有很多嘉賓講者 都有分享到 就是防墮裝置方面的形容 當然這是很重要 因為在保護搭棚的工友來說 這個防墮裝置是最重要的一條防線 給予工友 在設置這些防墮裝置方面 其實很重要的是 穩固的穩點 需要提供給工友 當整個防墮系統 萬一是工友跌的時候 確保他們可以保護到工友 市面上我們常見的做法 譬如畫面上是一些做法 包括 譬如兩邊的石屍長身 在門框那裡 可以做一個 這個我們叫DTAD 流動式的臨時防墮系統 裝置 或者可能有時業界叫做神仙棚 這樣 架在長身中間 大家看到中間的位置 就可以有一個系統 讓我們去扣獨立的申請 右邊這個就是另一個款式 就是夾牆式 夾在天台的矮牆上面 也可以提供一個系統點 讓我們去扣申請 防墮、安全帶等等 做一個系統的裝置 這些裝置也是符合到 相應的安全標準 譬如EN795 提提大家 用這些裝置的時候 我們都會確保用得正確 方式是正確 以及裝置的結構是完好的 所以在使用之前 都要做一些使用前的檢查 以及正確安裝的程序 在這方面 使用這些裝置之前 可以上職安局的一個叫做DOCC 裝修維修工作安全的正式課程 裡面就詳細有講解到 如何應用這些TTAT的裝置 以及如何做檢查等等 安裝方面的細節 這裡完成之後 就可以確保 裝置是正確的 以及可以使用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畫面上 大家相信都很常見 這些羊眼圈的裝置 作為一個防墮裝置 扣上我們的獨立隔身繩 這些羊眼圈 首先我們在裝完之後 要確保穩固在牆身上 所以需要找一些註冊的專業工程師 做一些檢測 而在調牌來說 我們也可以由一些受過訓練的 合資界人士去做這個檢測 這個授訓的課程 我們叫做ACCP 就是一個陽眼圈的安裝和檢測的課程 可以由一個彭公司的大工 去上課程 完成之後 就可以做到這個合資教人士 做這個檢測 不過這裡我們也要強調一句 就是在那個檢測方面 這個合資教人士 只是可以做調牌上面的系穩裝置 那個防墮用途的系穩裝置 的檢測而已 換句話說 其他形式的盤架 或者揚眼圈 不是用來做防墮的 而是用來做調韻的 這個合資教人士 就不適合去做那些檢測了 這些是我們常見的一些防墮裝置 左邊就是用這個防墮器 右邊就是一個伸縮式的防墮裝置 大家會看到 其實裡面都牽涉很多不同的部件 除了陽眼圈還有連接器 駁在伸縮式的防墮裝置 類似我們坐車的安全帶 你移動的時候 就是慢慢移動 可以伸縮的 但是當你工友一跌 譬如不幸失足一跌的時候 它就會戳住 讓我們的工友就不會高處墮下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裝備 連接到我們工友的全新式安全帶 才算是裝好防墮裝置 在每一個部件 大家會看到 其實每一個部件 都有一個國際安全標準 去確保他們的質素 達到的標準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會想像到 譬如連接器 如果我們不見了 可能隨便找個扣扣 大家會知道 如果一跌的時候 其實那個位置 結構不穩固 會斷開的話 整套裝置 連工人 都一樣會跌下去 所以這個 一定要確保安全的標準 是有在 另外裝置方面 也需要定期檢查 有選號的話 我們需要更換 所以剛才我們很快 也重溫了很多港姐 剛才提到的 防墮裝置設備 在座 或者線上的朋友 如果你們 選擇一些承辦商 幫大家做吊牌 搭拆工序的時候 可能會在家裡 換槍 換冷氣 剛才也提過很多 安全裝置 防墮裝置等等 要符合安全標準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 我怎麼知道 它是否符合標準呢 又或者 防墮裝置 剛才我們也提過 又要安裝 又要檢查 用得正確 陽眼圈又要視力 究竟是否 是經過合適的檢測呢 工友是否懂得正確使用呢 還有這些措施 是否每一個工程 每次踏盤的時候 都有執行到 這些可能都是 大家會面對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介紹 這個升級企業 其實就是幫大家 希望解決到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 我們在入得 這個明冊的 吊盤的企業裡面 剛才我們提到的措施 我們也有支援 他們去執行的 我們包括一些 譬如安全裝備 我們會提供給 申請升級企業的機構 他們來到申請 就已經獲得我們的資助 去購買剛才提過的 防墮裝置等等 還有他們還有 譬如剛才他們 如果上課 去做拉力測試的話 我們會資助 拉力測試給他們 另外剛才 勞工署的代表 也提到 我們新的工作實質裡面 也對九比架材料的要求 寫得更加清晰 就是S275的資料 我們在資助計劃裡面 也提供給 我們在升級企業的申請者 我們有一些九比架 已經符合了S275的材料 給他們使用 所以這方面 也能符合到 新版的工作手質裡面 就是相應的要求 另一個範圍就是訓練課程 給了一些裝備 公司員工 也要確保他們適用 所以有這些安全的訓練 我們提供 包括有管工的 也有工友的訓練 也包括剛才提到的 TTAD的應用 防墮裝置的應用等等 也有津貼 提供給工友 第三部分 就是我們支援方面 就是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 舉例 例如我們也會有 顧問服務的團隊 去到一些機構 幫他們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例如舉例 安全視察 機構如何去做安全視察 我們會幫公司 建立一些視察的清單 如果看到有問題 如何去改善 我們會幫他們 建立這個管理制度 去將安全措施 在日常工作方面執行 介紹了這麼多 我們也會看到 現時的成效 我們在名刊裡 已經有62個機構 拿到這個升級企業的資格 在線上的朋友 可能你是做一個 調棚工程的公司的話 你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進入了我們升級企業的好處 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 很多方面的安全水準提升 各位從事調棚工程的機構 其實你們都可以透過這個 升級企業的認證 可以幫你們去宣傳公司 原來我們都做了很多安全的工作 也都有第三方 一個認證的審核 確保了我們的措施 是有執行的 因為這個升級企業 就不只是拿了我們的資助 和訓練 直接拿到升級企業的 而是我們還有一個獨立的審核 確保這些措施是有執行的 機構是有做到這些措施 員工也都了解這些程序 才可以發到這個升級的認證 透過一個嚴謹的審核 所以是有一個保證在這裡 另外一方面 在僱員的補償和保險方面 剛才邱山也提過 有一個特別的優惠給企業 所以也是在企業方面 如果安全做得好 在補費方面也有這個優惠 而在公眾層面方面 譬如線上的朋友 有些朋友可能是有些機構想找一些 吊盤公司去搭吊盤 或者甚至是個別住戶 自己想找一些公司去搭吊盤 又無從入手 哪些是安全呢? 市面這麼多盤的公司 所以大家可以找回 我們職安局的網頁 就已經有了 就是升級企業的名冊 裡面全部都是通過了 我們認證的升級企業 大家可以在那裡找 可以找到一些安全 又放心的 吊盤公司幫大家去做這些工程 好了 另一個範疇 我們也趁這個時間 介紹給大家 我們職安局比較新的一個項目 就是有關快速安裝工作平台 我先給大家一個短片 看看主要的介紹 原空式棚架 俗稱飛棚 經常會使用於樓宇外牆的維修工作 例如外牆修緝 更換窗戶及水管工作 不過搭建這種棚架的時候 工人往往都要 在窗口污曬整個身出去打爆炸螺絲 尤其是最低那顆 搬運狗臂架及竹枝去到外牆進行安裝 然後鋪地抬足和綁足滅的時候 又要整個人爬出去 令工作在狗臂架上面 就算有安全帶都覺得很驚險 如果工友工作時沒有穿安全帶 又或者沒有穿安全帶 扣在穩固的是穩點 就更加危險了 所以一個不留神就可能會 不想發生這些意外 除了做好安全措施 現在還有多一個選擇給大家 職安局研發了快速安裝工作平台 等業界進行外牆工作時 多一個安全的選擇 進一步保障工人 和工程範圍附近人士的安全 一起了解一下快速安裝工作平台有什麼優點 快速安裝工作平台有助預防人體下墮 因為整個搭件及拆射過程 工人都可以在室內完成 或者在右壺欄及踢腳板保護的情況下進行 不需要好像搭棚一樣 污個身出去 更加不需要整個人零空坐上去 在狗臂架上面做搭拆 但減低了人體下墮的風險 由於快速安裝工作平台 是採用模組化設計 連接組件的時候不需要用手工具 再加上每件組件都可以扣上降縮 可有效防止組件在搭件和拆射時從高處墮下 那就不怕萬一扇手的時候會跌東西到街擊中途人 由於組件無需另外使用工具連接 還可以縮短安裝及拆射時間 為方便運輸 政安局還特意設計到工作台的組件都可以組合好 放在一輛有輪的龍車內 一次過就可以運送好 亦減少搬運組件時受傷的風險 以後在一些適用的地方做外場工作 快速安裝工作平台 就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更安全更有效率的選擇 最後提提大家 考慮使用快速安裝工作平台做外場工作時 要注意以下使用限制 大家剛才看到快速安裝工作平台的介紹 其實這個平台我們建立的目的 就是希望在我們吊牌工程 除了用傳統的觸牌架之外 亦都可以多一個選擇給業界去考慮使用 在一些部分 可能比我們傳統的吊牌工程 可能會比較安全 比如剛才稻編提到的 我們可以在室內做安裝 防止人體下墮 物料下墮 亦都有一些連接購防止的組件下墮 等等 而整個快速安裝工作平台 我們在整個設計的階段 亦都有一個質量的保證 確保所有的組件能夠承受到相應的負荷 在這個計劃 我們在建立平台的階段 亦都已經完成了 我們在不同的機構 或者住宅的地方都試用過這個平台 效果都良好的 未來我們都會計劃 首批工作平台我們會生產出來 然後跟一些升級企業去合作 在一些實際的項目去應用 最後就是我們今天主要的分享內容 畫面上也有個QR Code 歡迎大家去探索這個QR Code 就可以去到我們升級企業的網頁 裡面有我們提到剛才所有相關的資料 亦都可以申請我們的升級企業 有什麼疑問的話 裡面亦都有我們的聯絡資料可以聯絡我們 多謝大家 謝謝Ray 接著我們也都是觀眾的提問環節 如果大家有問題想問的話 歡迎點擊問答 然後在彈出畫面輸入你的問題 我們都會隨機幫你發問 剛剛就看到有觀眾 其實已經打了一個問題 也想問一下Ray 他有一間盤架公司 然後想申請一個職安健身級企業 但卻不太了解如何建立一些安全管理系統 以及如何用這些安全裝備 想問一下職安局會不會提供一些協助呢 首先多謝這位朋友的提問 其實在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方面 的確挺複雜的 所以我們其實職安局會有一個顧問的服務 是免費提供給申請的機構 申請的機構 當你申請了一個升級計劃之後 我們有顧問會去你們的地方 和你們一起去建立管理制度 包括什麼呢 譬如說 我們在說一個管理制度 可能需要一個安全計劃書 在我們不同的管理制度的元素裡面 是怎樣執行呢 計劃書怎樣建立呢 我們會一起幫忙去看 另外呢 就個別每一個元素的執行 譬如剛才提過的例子 我們在說安全視察裡面 可能牽涉一些清單 我們去建立出來 怎樣去做一些巡查的工作 做完之後的工作之後呢 怎樣把那些記錄放進去清單裡 還有一些可能我們看到的地方 需要改善的 我們怎樣去跟進呢 包括那些跟進的情況 我們怎樣去監察 是不是有跟進到呢 那麼這一系列的服務 我們都會包括在這個升級企業計劃裡面 那麼所以如果有朋友是有興趣 是參與這個升級企業的計劃呢 就不需要猶豫了 參與我們的計劃 我們呢 全面會支援大家 謝謝 謝謝Ray 今天都很感謝這麼多位港姐的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做好 彭架工作安全 減少意外的發生 今天的網上研討也都已經正式結束了 多謝你們的參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